这没闻出啥怪味呢 白鹿夸张了吧 太夸张了吧 整成采花大道了 你这 你挺像左老的 你们仨我都不夸张 你们仨在演艺圈 真的是排头三名的大美女 没事啊 要命 身上这个颜值真的跌落到谷底 这道惩罚的菜品 其实都是不同地方的特色美食 只是不同口味的人感受会不一样 首先我们就要为大家来 城上的是绿队要接受惩罚的菜品 牛鞭火锅 这道牛鞭火锅 它其中的牛鞭又被称为百草汤 是前东南地区独特的一种食品 深受宗族苗族人民喜爱 被前东南少数民族视为代客上品 现在此刻二胡响起 怎么了呀 哎呀这个颜色 哎呀腥臭味 真的真的你来闻一闻 那你闻一下 这不就是臭豆腐的味吗 它有点螺丝粉味 它有点像那个螺丝 螺丝粉 有点像 好像还好哎 但是 但是这里头 这里头 这里头是什么东西 还是谁呀 牛杂 这里头是牛杂是吧 感觉很好吃哎 我想吃个毒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我这 我觉得很香哎 很好吃啊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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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毛肚吗 太好吃 你以为是 你以为是 真的吗 对 给我来碗米饭 我觉得挺好吃的 啊 还挺下饭 嗯 嗯 感觉这个挺好吃的 你想尝尝吗 你去啊 你尝尝吧 没事 我们自愿接受惩罚可以吗 哎我可以尝一个吗 哎我可以尝一个吗 我真没吃我没吃 我觉得你会喜欢的 因为它是湖南的味道 真的吗 1 还 可是 这波响雾 这波响雾 哈哈 哈哈哈 哦妈 哈哈哈 你俩还 往里处呢 掉出来了老害老害 还好没掉锅里 我告诉你啊 闻着略微有点腥 但是吃上第一口特别鲜 第二口稍微有点苦了 但是整体来说味道非常好 你闻上去 不要闻过了 你这样闻进闭 有点腥是吧 感谢导演都请示导串 我个人觉得他比那个奖赏还要厉害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 乘上白队要接受的惩罚 烂松菜蛋花汤 有请 越来越期待了 烂松菜其实就是腌制了多年的高角白菜 是精华汤汐的特色食材 做成的菜品鲜咸热辣臭不可闻 喜欢的人会让胃口大开 不喜欢的人会眼鼻离桌 唯恐避之而不及 开盖了啊 朋友们 这个卖相稍微也是有点 这是发霉的味道这个 这是那个大酱汤的味道 不不抽鲑鱼的味 抽鲑鱼的味 这种味道我是能接受的 浅尝一口吧 朋友们 那应该好吃 臭的 那应该好吃 那应该好吃 用鱼鱼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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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好吃吗 好吃 天哪 哈哈 连蔡奇坤都摇头的食物 我不敢 什么味道 我尝尝 吃臭的吗 臭的 好吃吗 好香 真的吗 妈呀 每个人 他不吃这个 他长得 他像那吃好香 就是这个 不是那个 好香 那是不是刚才 我这边又哭了 去那边说 好香 这太咸了 我们用的这个烂松菜 是腌制了七年的 它基本上已经化成了汤水 七年 我说呢 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 来吧 碎鱼 碎鱼 果肉 快快快 碎鱼罐头是 瑞典的传统食物 将处理过的 飞鱼装入罐中 任其自然发酵 而成的一种散发着恶臭 味道偏酸的罐装食品 然后我们今天的做法 就是将它做成果冻的样式 是相对容易入口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们的其实就是神 我们的想 我们的其实就是神 我们的想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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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臭豆腐那种臭味的 好香 很香的好闻 戴什么口罩 哇塞 他说看起来的好吃 我可以尝一下吗 我没吃过 我可以尝一下吗 我没吃过 你想吃鱼肉啊 没有尝到 我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你别吃鱼肉 你别吃 你就吃点腐乳 你就吃点腐乳 有点臭的味道 有一种 蜂乳是臭的 就是这个味道 那你为什么不能吃那个牛皮 牛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白漂亮啊 你在干嘛 不是 你这是胃里边挖出来的 不合你啊 嗯 啊 是不是捏着鼻子湿 其实就还好 我都直接咽 你都看 不是 你下舞才帅哥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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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一会儿回去 他们仨坐一个车 哇